他们家有一个异魄 在他们家58年 刘勇待他很好 而且教的子生 你们要记祖宗的时候 不能忘记这个异魄 又要把它供应付中宽 在1873年的时候 河白省这个情夫 写信给他 是不是请你救急一下 刘勇拿了几款 大米 棉衣 到河白省政策 结果后来就得到了 李鸿章的表彰 送了一块饼 现在要挂在刘氏家面里面 一退任谢 因为乐善好施 光绪和轩统都曾下旨表彰 并树立了两块牌坊 不过刘家的牌坊 不是立在大庭广众之下 而是立在自己院子里 全国都没有 只有那是少年长 为什么 不要张扬 低调一点 世世代代过来都是很清洁的 包括我父亲都是这样 我小时候喜欢画画嘛 开始的时候要学那个铅笔画 那个时候父亲给我的铅笔 它是他画剩下来的 但是我画到这里一场 我就不要了 我就扔了 哇 它不行了 它要教育我的 它说一定要 这里还要套一个套子 然后不能削了以后才能扔掉 不然的话不行 它说我们祖祖辈辈都是这样 情建下来的 形势低调的刘家 到了孙子刘成干这里 却高调地做了一桩生意 大规模收藏古籍版本 刻板翻印 孤本典籍 无偿赠送学者图书馆 开书 买书 写书 车数 还有车数 讲业堂里面好多车板 常说的东西它有好多孤本 不是自己上手 我翻印出来 全人刻板 哪一个药 需要我送 他送的 所以老兴先生也要过他的书的 辛亥革命爆发后 刘成干经常和一群 从各地流亡上海的 前清已老交往 这些曾经的显贵中 有家道中落的 不少就开始变卖家中的珍藏 对于那些卖书的 刘成干从来是 康台解囊 照单全收 不少真善秘本 也通过种种渠道流入刘成干手中 使他在短短六七年里 集中了当时藏书界的精华 时代在清末到民国初年 有许多有学问的 有地位的清朝的那些官僚在家学者 一入民国以后 自动退休了 没有公职了 把自己的藏书 就原来是世纳秘宝的 我也不要了 把那些人让出去 所以就有若干家 江浙的那些四家 把自己的藏书 都出让给了 当时实力雄厚的 刘家的这位藏公子 1920年 刘成干在上海的书斋 已无法容纳他的藏书 于是决定 利用南巡刘氏家园 兴建一座藏书楼 从这年冬天开始 历时五年 占地二十亩 花费十二万两银子 建成了巨大规模的 家业堂 家业堂曾有宋本书 七十九部 原本书八十四部 当年 刘成干对其中 最著名的四部 宋版史书 史记 汉书 后汉书 三国志 极为真爱 特在家业堂中 辟出宋寺史斋 以珍藏 藏书楼落成后 大江南北的书商 闻风而来 为了鼓励书商 继续送好书 刘成干照单全收 至一九三零年前后 家业堂总藏量 已达二十万册 六十万卷 它被传统的 古代的典籍 有传播 有翻课 有为那些典籍 要续命之功 除建设投入十二万以外 购书三十多万 刻印书二十多万 聘人编 教 钞 鉴定等十万 总计八十多万元 这是当时可在上海 购买十余座花园洋房的代价 家业堂 是中国私人藏书史上 也是二十世纪藏书文化史上的封碑 商已致富 独可容身 这是像刘庸这样的发达人家 对子孙的厚望 所谓 达者 奸济天下 而纵观南北 耕读传家 诗书济世 则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 小康农家 所努力追求的一种理想途径 陕西寒城党家村 这一设置经常引起游人的好奇心 其实 这一物件在中国的古村落 曾经并不罕见 它叫做西字路 过去呢 那个家家 都有西字路 我们奏浅认为 这个字上只要写上 字 这个字上就承载着指示 这个 承载指示的这一篇字 就值得尊敬 尊重 不能把它随便乱扔 而要把它收起起来 已经收亮的时候呢 在西字路面前 为白 反响 然后反响 小小的西字路 契现了 我们奏向 雷呆的 志 对文化的崇尚 对于一片自治的敬畏 来源于对文化的尊重 党家村的先祖们 还把这一种尊重 总结成家训 并且专调木刻 把它们悬挂在 自家门前 公共祠堂 党家村的甲封甲勋是 融化在建筑 子中 甲勋 刻在青砖上 刻在 妹妹上 它战施在 非常幸运的地方 对立 它可以起到个 净死于累的作用 对歪呢 它又起一个 有战施于歪的作用 党家村之所以传承有序 有赖于党家的第三代 从土窑洞里面走出来的举人 党真 他撰写了家谱 确立了村名 并且制定了村落的发展规划 更重要的是 开启了党家村人 崇尚文化 重视教育的先河 从第四代开始 党家村便代代都有功名 秀才 共生 举人 层出不穷 第1954年 我们村出了一个 山西省的高靠状元 1978年的夏季 恢复了中靠制度 我们村一个 七年级的农村学校 奔村的教室 脚奔村的学生 我们的省学域 达到了百分之九十零 拥护了威南地区 中靠省学的第一名 什么呢 说明我们当家群人 这个崇尚文化 崇丝教育的 这个有良的 夹缝 存缝 它是从个人上是真的 民国时期 这里地篇人杂 官府无力治理 一届草莽的卫府堂 利用青木川的地理环境 自成一统 成为陕西独一无二的地方统治者 一代萧雄自然蜂贬不一 但他重视文化 创建了汇集三边的辅仁中学 送乡里贫困孩子出去念书 则是有口皆碑的 他办学呢 首先是免费的 所有来上学的学生 陕西 四川 甘肃过来的学生都是免费 第二呢 尤其是地方上 士林的学生是有补足的 如果家里贫困 那么卫府堂就会出资 帮助他上学 第三个方面就是强制性 所有的学生到了上学年龄 必须要入学读书 他还出资 把有特长 有能力的这些学生 送到外地去读书 他就希望 能够培育更多的人才 能够促进地方的发展 感谢观看